我的独树登峰造极 医术了得 但自从遇到了你 便不学无术了 红衣 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好吗 第五百九十一集 说到那最后一句 女人的嗓音里 四含了蜜糖 尾音 微微拖了拖 又软又甜的 再加上那弯起来的眉眼 不仅看起来牲畜无害 还怪惹人怜爱的 然而 只要瞄一眼女人 这令人血脉分张的身材 之前那些牲畜无害 便统统见鬼了 这就是个 专勾男人魂的妖精 勾去了 分分钟榨干精血的那种 黎峰淡淡说道 直接去 你刚才说的那处吧 他耻于说出美南宫三个字 南巡 微微一瞪眼 可是我跟小哥哥说的 美南宫那处阁楼 还没清理出来呢 里面脏乱得很 一股子灰尘味 小哥哥这般干净的人 怎么能屈尊住在那般脏乱的地方呢 孤男寡女 多有不便 对你的明界也不好 南巡先是一愣 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小哥哥 或是魔教妖女 哪有什么明界可言 小哥哥 小哥哥你真是太可爱了 黎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见他一点收敛的趋势也没有 不禁喝倒 笑够了吗 南巡还是笑 笑得花枝乱颤 黎峰撇去的目光收回 结果收回的过程中 无意间掠过了他的身子 女子笑得胸腔震动 那漂亮饱满的地方 也不停颤动起伏着 实在给人一种巨大的视觉冲击 少年刚刚缓过劲的脸 又变得滚烫起来 浑身都觉得不自在起来 他目不斜视 话却是对着他说的 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 还指望谁尊重你 之前是谁委屈地跟我说 想找个疼爱他的男人 只是男人们不是怕他 就是想杀他 南巡笑得慢慢小了下来 滴滴嗷了一声 两指互相勾了勾 一边做着小动作 一边道 哦 可是身处魔教这种地方 你还指望我做别人眼里的良家女吗 我最初也不是这样 只是别人一听到我是魔教的人 那看我的眼神顿时就变了 变得污秽为所不已 魔教女人怎么了 凭什么一听到魔教这两个字 就用那种眼神看我 后来 后来我机缘巧合下练得爵士武功 谁敢再用那种眼神一引我 我就挖了那男人的眼睛 小哥哥 你说我这样做过分吗 他们一边说着我淫荡不知廉耻 一边又用赤裸的目光打量我的身体 还说我穿这么少 就是专门勾引男人的 你说可笑不 我喜欢穿成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样很美 难道我连追求美的权利都没有了 他们自己心里误会不堪 就要给自己的误会找个理由 真不要理 如果是我 我不会喜欢自己的女人穿的这般暴露 你想找的那个真心对你的男子 也定然不会喜欢 顿了顿 他斟酌着道了一句 你可以尝试下稍微正常一些的着装 或许也很美 南巡一听这话 眼睛微微一亮 身子朝他这边轻了轻 高兴得道 小哥哥 你 你的意思是 你会喜欢我梁家女子的着装吗 你是说 我穿成那样会更美吗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一次 他激动地揪住了少年袖子 轻轻晃了晃他胳膊 黎峰瞅了一眼 他揪住自己衣袖的手 身板不禁挺了挺 却没有推开他 只是板着脸纠正道 不是我 而是你口中想找的良人 南巡不着痕迹地收回了手 激动的情绪顿时淡了下来 痴笑一声道 既然你不是那个人 我什么啄啄 你管得着吗 黎峰听了这话 本就拢着的眉头 猝得更紧了 薄唇也抿了抿 却没有再说什么 你放心 我的寝殿今晚给你住 我不会待在寝殿里 我内力深厚 一晚上不睡觉没什么 当时小哥哥你 年纪还小 我万不能怠慢了你 黎峰看他一眼 沉默 这魔教人口众多 除了七大户法 每个人坐拥一座小店外 还有许多亭台楼阁 魔教的大本营 也是建在山上的 魔教门关 又重重人员把守 红琴四婢女 直接抬着教练 飞进了魔教门关 众人都识得 红护法的教练 自然无人阻拦 黎峰透过红纱帘子 能将魔教所有的景象 收于眼底 只是现在已是深夜 很多东西是看不清楚 南巡见他 盯着那山头看 不禁道 进入魔教的外人 都必须蒙着脸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怕这里的防守布局 被外人看了去 黎峰疑惑地看他一眼 似乎不知道 他为什么给他讲这个 教年已经落了地 两人吓了叫 抬头便能看到 红衣的飞侠宫 那牌匾上的飞侠宫 三个字十分惹眼 也不知抹了什么东西 竟能在夜晚 发出一层淡淡的荧光 南巡看向四个婢女 你们随我忙了一晚上了 多去歇息吧 明天一早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四个婢女 眼神暧昧地 瞅了梨峰一眼 熙熙笑了两声后 退下 小哥哥 这飞侠宫便是我的景点 南巡道了一句 然后 雾字推开门 走了进去 见身后那人 站着没有动 他不禁 倾笑出声 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进来 怎么 真怕我吃了你啊 小哥哥 人家可是当着 你的面 吞了你的药 就是想做什么 也做不了呀 梨峰顿了顿 跟着他走了进去 刚一进门 便有一股 安神香的香味扑来 味道还不淡 安神香点的有些多了 南巡回头看他 怂怂肩道 没办法 我睡眠不好 每天就只能 点着他入睡 等会儿我就将他吸了 小哥哥不用担心 里面有一张床 床给小哥哥睡 南巡以为 对方会问问他 自己怎么办 毕竟他是个女孩子 结果这人 只点了点头 就没别的反应了 南巡气劫 李店的布置很精致 梨峰不禁环视了一周 他正要进去 却被南巡拦在门口 女人娇笑一声 小哥哥 你没看到 这里都铺着毯子吗 小哥哥需要脱鞋 才能进去啊 就像这样 说着 他已经将自己短靴 脱了下来 一双白皙如玉的脚 在叮叮当当声中 踩在了那毯子上 黎峰本以为 那银铃铛 是挂在短靴上的 却不想 那短靴一脱 铃铛直接顺着 那小腿 滑到了脚腕处 女子的脚 升得十分漂亮 脚趾磕磕满 支甲盖是浅粉色的 修剪得十分整齐 这一般白皙的颜色 落在那红色毯子上 竟显得愈发诱人 黎峰脸眉看他 说好这处借我一坐 你又进来做什么 已经有这么久 没有见到红衣了吗 真是度日如年 我们稍后见